繼續來看一年一度的2019年 嘉義國際藝術紀錄贏電 在15號陰暗星團來開幕 文化部務事務處長蕭宗鋒 和嘉義市政府比市長林健鋒 還有贏電的藝術總監 吳明川德燕 共同來主持在開幕議室 這裡有30位國際地名的電影人 和俄洲捷克還有法國主題代表 都特別南下嘉義 來感受南部人這段日前的文化向下 基本進入第六個嘉義國際的 10紀錄贏電在15號陰暗星團開幕 30位國際地名電影人 還有來自俄洲捷克和法國主題代表 都南下嘉義 今年贏電在基金的天堂來作為主題 會接著有30日報的10紀錄片的作品 要請到為國際贏人告訪 將在贏電兩禮拜的期間 和台灣的創作者還有觀眾來交流 我們創辦這個演展 今年是第六屆 也是將能讓國際看見嘉義 讓世界代盡嘉義 也祝福今天的演展能夠非常圓滿順利成功 演展到3月30號截止 歡迎我們所有市民朋友來共襄勝局 祝福大家 這張南臺灣一年一次的國際電影信息 去影響10位國際地名電影人物會 還有俄洲捷克法國的主題代表 都南下嘉義共襄勝局 中文說了很老的法國在台協會主任 季博偉已經是第二次來交給嘉義參與這張信息 法國人非常非常喜歡台灣電影 所以我覺得就是對我們來說 我們一直一直看電影方面的交流是可能最關鍵的一個領域 因為我希望我們長期的社會 就是跟嘉義的電影界 就是嘉義的一錄影界 就是繼續有長期的合作 今年鴨電拍拍伊翁由北約 奉迎的單元所造成 幾位很多播 在在藝人 迷失關的電影 還有設定竄勞 但是冰德町町關得的領域 來領域多元的領域作品 獨立在在文化球眼光聽的本領域 領域也在月份中所 二五乘四十億元空間 和嘉義股感到宿舍關 矯正十一九二一來 本領域共有提供奉迎的領域 更加多活動的領域 可以到 看風網站 那些是臉書粉絲專頁來擦散 也要請到整個民眾 來告嘉義七 欣賞到優秀的月事紀錄片 感謝嘉義七的獨片的月事文化 西新新聞主題孫王先生 嘉義七 蔡宏報道